听一听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因为我觉得在生活当中 他们不会有这种方式来交流的 所以我们特别期待这样一个 有仪式感的 给对方念心里话的时刻 好吗 来 是我的偶像 老爸 老爸 虽然您对我很严格 虽然您从来不表扬我 可是您永远是我心里最崇拜的人 在我眼里 您就像超人一样 好像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您不会的 古彩戏法 魔术 书法 养生 中医 我要跟您学的东西太多了 这辈子都学不完 这 我可爱的女儿 可能你还不知道 不了解做父母的感受 也是你 真的不知道 爸爸是无时不刻地在 想着你 挂念着你 从三岁开始 我就带着你 你的性格和做事 你的悠长和缺点 爸爸最清楚 我从来没有表扬过你 是因为怕你骄傲 心里呢 在看到你的每一个成绩的时候 都非常的兴奋 有时会掉下眼泪 说实话 你挺优秀的 爸爸知道田柱是个善良的孩子 是个孝顺的孩子 爸爸是真心的爱你 爸爸 其实我对您挺抱歉的 以前的我不懂事 现在我慢慢长大了 才知道您的良苦用心 我们都是不会表达感情的人 所以才越走越远 孩子 你也老大不小了 希望你能有一个 志同道合的男朋友 对不起 孩子 天上苏醒点点 我在梦里看见 我的妈妈 一个人在世上 要学会坚强 你不要离开 不要伤害 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 留下我在这么小男人世界 我愿为他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 我想要紧紧抓住他 妈妈的手 妈妈告诉我 希望还会有 看到太阳出来 天流来